你好,今天排队赛获得第四名 能不能简单说一下排队赛这个过程 我这台赛就是全新的赛车 还没有很多地方没有调试的到位 在街上我有一些感冒 所以呢,可能跟对手有一些差距吧 在第四位发车 但好在时间差的比例是很多 那队友王瑞这回获得了单位 你的赛车跟他的赛车有什么不同 除了重量之外 可能就是重量 因为他要比我轻大概六十公斤 除此以外我们的赛车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的赛车由于是全新做出来的 刚刚落地两天 所以很多地方需要调试 还有,坐好竟然这样有点漏气 那里我们有连接好 没有很多的情况 我们车队是希望 我们可以看到 新的赛车可以去 振夺车能够的快速 刚才我在那边看到一个工程师在 一直在交流 能不能透露一下都交流的什么 那些方面 或者说是 我们的排气稍微有一点漏气 所以我在车里也要采取一氧化碳中毒 我们主要交流的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 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 好的好的 那至于明显的正赛第四也发生有多大的信心 冲到前三甚至是第一 因为三三车队一直在正赛中表现都是很快的 以往 怎么说呢 因为在阿尔多斯的上一战 我也是从第四违法车 是上一上上战 他也拿到了第一 甚至还有第十几违法车拿到第一 所以我觉得第几违法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正赛的违法选择 希望自己在正赛可以表现 好 谢谢安安 好好养病 谢谢 嗯